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我想马席会是国际媒体高度瞩目的国际重大事件 马席会也是两岸历史发展以来 分至66年以来非常重大的历史性事件 面对这么高度的国际性事件跟历史性事件 我们国会的态度应该是要展现出什么样的态度 我想过去在野党的委员一直都高喊 公开透明国会监督 所以这一次马席会 我想总统府他在事前就非常慎重 先到立法院来做报告 然而来立法院做报告的同时 我们看到在野党的态度 民进党立院党团的干部 完全不出席也不听取 台联的这个委员一开始先要求说 要总统府的曾秘书长到现场来 结果曾秘书长也到现场来了 台联会席抗议 难道这就是在野党 我们所谓的监督的该有的民主的态度吗 从事前在野党的委员完全不想去听取任何的报告 而11月7号马席会上场了 上场完之后 整个会谈的结果内容 总统事前一再表示 他愿意到立法院来做完整的说明 面对这么重大的一个历史性 国际性的重大事件 国民党党团 包括亲民党都非常欢迎 这个马总统到立法院来做报告 更重要的是 我们有广大的民意 所有现在做出来的民意调查 超过半数以上 都完全支持 马总统应该要到立法院来进行国情报告 但是我们很纳闷的是 包括今天早上的朝野协商的破局 在野党的反对态度一如过往 一反再反 我不晓得 过去在野党不是高喊民主吗 那怎么会高喊民主还反民主呢 让人家非常的不懂 蔡英文主席过去口口声声 说民意 我们要尊重民意 但是邀请马总统到国会来报告这件事情 民意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我们要问 蔡英文主席跟民进党跟台联 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 反而你们 绑架民意 违反民意 背道而耻呢 所以 本席认为 这件事情马席会 的确从国际的角度 从历史的角度 从两岸的角度 这都是 过去以来没有发生过的大事 面对这么重大的事件 立法院 该有立法院的立场跟角色 就应该发挥我们 监督的角色 所以今天 国民党立院党团我们提出来的 邀请马总统 到国会来进行报告 这件事情 其实正当性非常的足够 民意基础也非常的足够 我们希望在野党的委员 包括蔡英文主席 不要为了自己一时的政治利益的计算 而违反了民意 违反了让马总统 可以到国会来报告 让国会可以充分监督 让全国人民 可以完整清楚的 知的权利 所以在这边 本席要再次呼吁 麻烦在野党的委员 今天的程序委员会 不要阻挡 不要杯葛 更重要的是 礼拜五的院会 我想全国民众都在看 今天任何一党出面 把这个案子拉下来朝野协商 我想他就是背离了 整个台湾的主流民意 违反民意背道而驰 以上谢谢 谢谢王永明委员 请陈碧涵委员发言